梦里花落知多少 作者 三毛 夏日烟绸 1982年的西班牙 那份电报稿几乎发不出去 电信局的人和我在布子上查了又查 并没有发现那个地名 在这之前也看过一般的西班牙行车地图 找不到小村落的位置 我跟马德里电信局的人说 试试看 发给村庄附近 大约在60公里距离外的小城 看看能不能转过去 那发电报的人问我 怎么知道就在那小城附近呢 我说 那个山区是我朋友的故乡 于是就那么发了电报 邦费拉德城附近小镇 德尔席 洛贝斯家庭收 内容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旅馆的名字 叫我的朋友巴洛马和他的丈夫夏伊米 快快与在马德里停留的我联络 说起来 当年在沙漠结婚的时候 夏伊米还是我们婚礼时签字的证人 西属撒哈拉结束占领之后 这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因为谋职不义搬了许多次家 最后搬来加纳利群岛时 我的丈夫何希已经过世七个月了 无形中 巴洛马和夏伊米成了亲密的家人 逢年过节总是一起度过 那时候 沙漠老友大半凋零 他们和我都是酷爱那片土地的人 相处起来 总有一份相仇和伤感可以了解 而 离开沙漠之后的几年 好似每一个人的日子都加倍艰难 夏伊米一直没有持续的工作都好些年了 他们的日子十分拮据 等到我在1982年 由台湾回到加纳利岛家中去时 邻居们一个一个奔来告诉我 说 巴洛马病重 眼睛瞎了 双腿麻痹 夏伊米匆匆跑来 拜托邻居转告我 他们无法再付房租 带着两个男孩子 搬回西班牙本土 巴洛马母亲有些祖产的小村落 去居住了 而我们 平日是不同心的 知道巴洛马的情况之后 我提早离开岛上 飞去了马德里 赶去巴洛马父母亲 在城郊的花园房子 却发现那儿变成了土地 正在建公寓 在出于实在找不到人的 悄念心态下 发出了那封没有地址的电报 第二日清晨 夏伊米的长途电话就来了 他说 次日一早开车 来马德里接我 一同去乡下住几天 本来 那个叫做德尔席的故乡 是巴洛马每年 孩子放暑假 必回去度下的一片梦土 照片里早已看过许多次 只是没有跟去过 这一回 想不到是在这种情形 和心境下去的 中午的时候 我在旅社的大街上站着 跟认识多年的老门房说 车子一来街 就得赶快帮忙放箱子 那个小旅社 在热闹的大街上 是绝对不可以停车的 一停 警察立即会来罚 算算车程 如果下一米清晨六时 由故乡开出来 中午一点左右 便可以抵达马德里 我住的是老地方 朋友们都晓得的 站到下午一点半 下一米胖大的身影才一出现 我就跑去搬行李 匆匆忙忙将东西塞进后车厢 跟老门房拥抱了一下 就跳上车去了 以为来街的只是他一个人 进了前座才发觉 把落马半躺在后车厢 那步老破车子体型大 我从前座赶快爬过手排挡的空隙 挤到后面去 那么热的天气 那么热的天气里 把落马却包着毛毯 用大枕头垫着 我上去亲亲他的面颊 拉起他的双手 将他们放在我的脸上 轻轻地问 亲爱的 看得清楚我吗 说实 湿了眼睛 可是声音 是安静的 他不说话 只是笑了笑 剪得乱七八糟的短发 输也没输 如同哭黄了的脉梗 想到当年我们在沙漠时 一起用旧布做针线时的情形 我的心里生起一片沧桑 带我出城去 快点 四周太闹了 巴洛马说 我在一个比较不急的街角下车 买了一大口袋饮料 乳酪 火腿和面包 又上了车 夏伊米说 一路开车去乡下 七八小时的路 晚上十点可以到家了 巴洛马一直拉住我的手 销售的面容 使他苍老了许多 吃了一口三明治 说没有胃口 叫我接去吃 不一会儿 沉沉睡去了 我趴在后座 轻声和开车的夏伊米说话 怎么才离开你们不过五个月 病成这样了 夏伊米叹了口气说 查不出来 身体上完全健康 焦虑太久搞出来的 你知道 失业都快两年了 我深知巴洛马的性格 在沙漠时 好好的人都在随时神经紧张地 等待一切灾祸 他想象出来的 这两年 靠社会福利金过日子 天天迎接一个找事无浊而回家的丈夫 必然承担不下 怎么发生的 我悄声问 福利金停了 继续眼看快要贴光 他天天在家发脾气 有天打了孩子 自责很深 到下午说 一只眼睛看不清楚 过了几天 我又没找到事 回到家看见他在地上爬 问他怎么了 说腿没有知觉 眼睛完全看不见了 将他送到医院去 从此就不肯讲话 也不吃 也不问孩子 拖了一个月 完全查不出毛病来 实在撑不下去 就下决心搬回故乡来 有没有在找事 我问 也是在找 他要人照顾 孩子的饭我得煮 得去城里找 村里没有事情好做 说着 夏依米突然泪如雨下 我快快回头 看了巴洛马一眼 抽了一张化妆纸 递上去 夏依米很大声地醒鼻涕 吵醒了巴洛马 我们在哪里了 他问 看看窗外烈日下 一片枯干的大平原 和不断出现的古堡 跟他说 还在加斯底亚行政区里面开呢 加斯底亚的意思 就是古堡 巴洛马要起来 我用身体银行动 我用身体鞋过去给它靠着 他说要看古堡 你看 亲爱的 你的眼睛没有瞎 是心里上给关闭住了 乖 你靠着我试一试去看 我摸摸巴洛马的头发 在他耳边说 看不见 说完这话又要躺下 我用枕头垫着膝盖给她枕着 你住多久 巴洛玛突然张开眼问我 高兴我住 我问 她点点头 将脸侧过一边去 慢慢流下了眼泪 我来给你剪头发 洗小孩 煮中国菜 然后说话 讲我们的沙漠 还有台湾 我替她擦眼泪 又轻轻地说 那你住多久呢 家里房间好多 巴洛玛问 不敢讲台湾学校就得开课 要赶回去 也根本没讲决定回台教书的事 我说 注意正在讲 我们由马德里往西班牙西北不开 在我的观点里 阿斯都里亚的山区 是人间少有的一片梅土 大学时代复活节春假时 开车去过 也是在这一个山区里 看过一次成群飞跃的野马 在长满着百合的原野上奔跑 只想就在那一刻死去 再也无法忘怀的地方 今生 这才是第二次回去 这一回可以看到强尼 还有那个神父了 我说 强尼是一个白痴 在村里面做泥土帮工 神父是神父 村落教堂的 这两个人是巴洛玛多年来 一再讲起的故乡人 巴洛玛讨厌村里其他的人 说他们自私 小气 爱管闲事 又愚昧保守和长舌 他不跟他们来往 只这两个人 白痴心好 神父谈得来 是巴洛玛所挚爱的 他最恨村里的寡妇 说他们是巫婆变的 一生穿着黑色衣服还不够 总是包着黑头巾 老在窗口阴沉沉地偷看别人 而寡妇又偏偏好多个 其实巴洛玛的父母家 原是好的 父亲是空军少将 母亲是一个画家 巴洛玛也学画 师范毕业了出来 教小学生的书 十九岁那年 认识了孤儿夏依妮 在马德里的一个教堂聚会里 没多久就嫁了 夏依妮没有一技之长 做的是行政工作 婚后连着生了两个孩子 日子一向艰难 直到去沙漠做了 总务方面的事情 才算安定了几年 这一回 平平交集 出于不得已 才回到父母渡下的故居来 那个一到冬天 就要被雪封住通路的小村 说起白痴强尼和神父 巴洛玛扑一下笑了 说强尼分不清时间 必然整天呆站在村子口的泥巴路上 等我去 强尼不是西班牙民 是有一天 白痴看见电视里 有一个美国兵叫这个名字 他就硬要别人也叫他强尼 如果再叫他黄这个本名 就在村里拿了砖头追着人打 讲起村里的事 巴洛玛话多了些 我说 那些寡妇们怎么了 巴洛玛哈哈笑起来 接着 突然指着我身上 披的一个花筹西班牙披肩说 你穿这种颜色的东西 他们马上骂你 不要跟他们讲你的事 不要理他们 他不自觉 夏伊米和我吓得跳起来 巴洛玛什么时候 看得见我的颜色了 他根本没有瞎 他是要瞎就瞎 要不瞎就不瞎的 是神经绝对没有毛病 是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造成的自闭 夏伊米两年多的失业 将他搞出来的 你看见我啦 看见啦 我用力去掐巴洛玛的肩 拼命摇他 啊 啊 他不承认 也不否认 歇斯底里地用手来推我 然后一趴下来 又不说话了 妈妈爸爸呢 我又趴上去跟夏伊米 讲悄悄话 爸爸在马德里心脏开刀 不要告诉他 当然是认识巴洛玛全家人的 他的母亲是一个慈爱 又有风韵的女人 巴洛玛不及妈妈 每天乱七八糟的 也不打扮自己 可是 他的家仍是极美的 他爱打扮家庭 和做蛋糕 我的结婚蛋糕 当年就是巴洛玛做的 因为太敏感 不会出来做职业妇女 人也心高气傲 看不顺眼的人 一句话都不讲 看顺的 就把心也给了人 天暗了 原野上的星空 亮成那个样子 一颗一颗 垂在车窗外 辽阔的荒野和天空 又使我的心 产生那熟悉的疼痛 对于西班牙 这片土地的狂爱 已经十七年了 怎么也没有 一秒钟厌倦过它 这样的事情 一直没有答案 气温开始变了 一过加斯底亚 那夏日的炎热 便也退去 初秋的微凉 有敞开的窗口 吹进来 巴洛马 好似睡去 夏伊米又要我 做了第七个 后三明治 它已经很胖很胖了 也不高 都九十六公斤了 还拼命吃 那种吃法 使人觉得 它是个自暴自弃的家伙 很不快乐的胖子 将吃 当成了一种 生命欠缺的 唯一慰藉 经过了 拍电报上写的小城 邦费拉达 看见火车站边 堆着眉山 相当闭塞的 一种冷静 照着没有一切 活动的城市 民风保守又沉闷 是我的印象 夏伊米每天就开车 来这里找事 而事情 不可能太多的 这个城的经济 可能是守城 多余开发 一看就猜到了 城里餐馆不多 表示人们不大 出来花钱 倒是药房 看见好几家 穿过了城 我们弯进了 一条百油公路 小的 两旁全是大松林 车子开始爬山 山下小城的灯火 暗暗淡淡 山区里 东一盏 西一盏灯 距离得那么远 使人觉着 夜的寂寞和安享 可是 毕竟是寂寞 多了太多 又开了四十多分钟 来到一个小桥边 车子向左一转 百油路面 结束了 真正的泥巴路 加上大石头 颠醒了 又不说话的巴洛马 他坐起来 靠在我的身上 用手摸索 摸他的毛线披肩 他用摸的 教堂到了 巴洛马说 你看到 不 我知道 从小在这里度夏天 我知道 黑暗中 黄泥巴的老教堂 没有一丝灯火 坟地就在教堂旁边 十字架 成排成排地竖着 不知名的大树 哗哗地 在风里乱摇 车灯照过的 一幢又一幢 老破房子 全很大 上面住人 下面住牛马 那股味道 并不讨厌 很农村味 孩子和白痴 就站在路边 一个交叉口等着 看见那两个 长高了的身影 我的心又痛起来 当年小的 那个肺难度 我们叫他南 总在沙漠里 骑在我先生 和西的肩上 那时 他才两岁多 而今 一个高高瘦瘦的 长发大眼少年 在车灯下 静静地站着 也不迎上来 难 我向他叫了起来 他咪咪嘴 不动 倒是那个 微胖的哥哥 叫西洒的 喜出望外似的 一脸傻笑 冲向车子 我要下车 下一命也不停 说家还要得 开山路上去 我说孩子呢 叫他们上车 还有强泥 说时 那等的三个 根本不走山路 斜斜地向树林里爬 抄近路跑了 这是巴洛马 乡村的家 白白的竹篱疤后面 是一个大院子 三状有着 后木窗的尖顶小房子 建在院子的坡上 院内野花遍地 一盏小灯亮着 恰好射在一束 结石雷雷的苹果树上 我下车 动了一下僵硬的脚 白吃不上来打招呼 抢着行李就走 也不敢看我 下一命下了车 将巴洛马抱起来 用毯子盖好 送进了一幢小房子的客厅 是夏天 可是山区凉 白吃拿个大锯子进来 又没锯什么 对着壁炉挥了挥 这才出去 抱了一堆柴进来 巴洛马 我们煮好了一锅马铃薯 给艾扣吃 大的那个稀洒 奔到厨房去 这家人只叫爸爸 不叫妈妈的 除非是在生气 孩子一向叫巴洛马的名字 叫得那么自然又亲爱 两个孩子脸上都是泥巴 衣服也脏 倒是那个家 火炉一点上 四周的艺术风味 巴洛马的风格 全显出来了 我来弄 我快速进了厨房 开始尖淡 男没有说什么 在身后围上来一条围裙 我忍不住转过身去 抱住了他 乖不乖 我说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双眼睛里 有一份比年龄 长了太多的痛 我亲亲他 拍了男一下屁股 催他开饭去了 三幢小屋 巴洛马说 另外两小幢也是空的 随我住 我挑了孩子们的阁楼 男和西洒几一个床 另外一个床分给我 我们仍然住 我们仍然住同一栋 那天太累了 晚也没有洗就上床了 夜很静 风吹过山岗 带来乌业的调子 院子里不时有声音 砰一下砰一下地发出声响 我问孩子那是什么 他们说是苹果在掉 黑暗中 西洒问我 何西的鬼来不来看你 我说来的 偶尔来 我问西洒 妈妈怎么了 西洒说 我们快要没饭吃了 爸爸有一天说 银行还有六万多块 巴洛马马上出去找市 去推销花备单 去了一天回来 没有卖掉一块 后来 他慢慢病了 瞎了 也不会走路 我们就搬回来这里了 夜 阿斯都里亚的夏夜 有若深秋式的凉 我起床给孩子 椰好毯子 叫他们睡了 阁楼上的斜窗看出去 山栏连绵成 一道道清楚的棱线 在深蓝色的穷仓下 也悄然睡去 苹果树下的小桌子边 坐着南和西洒 南耐心又友善地 在考哥哥 那么 安达路西亚行政区 又包括哪几省呢 西洒乱七八糟地给达 连北部的省 也搞到南部去了 我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 淡淡阳光透过树梢 金钱般式的光影 落在两兄弟的脸上 西洒已经留级过一年 跟南同班了 今年又是四科不及格 山区的小学不在附近 要走一个多钟头的路才能到 眼看九月下旬要开学了 西洒的补考还不知过不过 洗好了碗 我跟巴洛马说 我们去院子里晒太阳 夏依妮马上过来抱她 我向她轻轻一摇头 两人蹲下去 架巴洛马 不用抱的 巴洛马的脚没有力 可是拖着也拖了几步 嗯 巴洛马走路了 西洒睁大了眼睛 微微张着口 我累 阿洛马讲完就躺下了 躺在一张长椅上 家在村落的最高处 邻居用斜斜的屋顶 层层节节地移立到小坡下 天那么高 远山的松林里冒着一串黑烟 也没将天染灰 院子里烂果子掉了一地 花是野的 自己会开 老狼狗懒懒地躺着 也不理人 是老了 沙漠里抱来胃的 许多年来 巴洛马不肯气她 带来带去的 有没有看见光 我将巴洛马的脸 轻转一下 叫她对着太阳 有 感觉亮 我跪下去 拿一只松枝 看准巴洛马脚底中枢神经反射的位置 用力给她刺下去 她没有叫痛 南 去捡石头 比你拳头小 要上面鼓下面平的那种 小孩立即跑开了 一会儿抱了一小堆回来 你把我做什么 巴洛马问 撑你站起来 我把石头放在地上 弯身抱她 小孩也来帮忙 撑住巴洛马 叫她站在石头上 才一上去 她就喊起痛来 我看不见的 阿扣 为什么弄痛我 放我去躺啊 我看不见 西萨 去压巴洛马的肩 这一下 她狂叫起来 两手向空中抓 就在那个时候 年轻的神父 推开院门进来了 贝尼 来帮忙 我向她喊过去 也没介绍自己 我们当然知道 谁是谁了 巴洛马痛出了冷汗 我不忍心扶她躺下 叫神父用树枝 压她中枢神经 反射的地方 那时 夏依米从坡上下来了 抱着一手臂的 硬肠面包 好 你做 贝尼就让给夏依米了 我们都已经知道 在做什么了 台东吴若石神父的治疗法 其实去年就彼此讲过了 巴洛马 在寂静的院子里哀叫 我和贝尼 对看了一眼 笑笑 我向屋后的大树林 偏了一下头说 我们去散步 有话问你 我们走了 听见巴洛马 在跟南说 你跟在他们后面远一点 一有村子里的人 走进树林就吹口哨 叫神父跟艾口分开走 去 贝尼气狠狠地说 这些死保守党的活寡妇 连巴洛马跟我多讲话 村里人都会乱猜 我笑了 踩着叶子往森林里去 他们怎么生活 我问贝尼 开门见山的 房子不要钱 你也知道 牛奶嘛 我父亲每天会留一桶 给孩子 蔬菜有人拿去的 他们买面包 还有鸡蛋 不吃肉 孩子念书不用钱 水电要付 两个月瘦一次 贝尼叹了口气 掏出一支烟来 你知道我要回台湾了 巴洛马只有请你多照顾了 很对不起 我很挂心 放不下这家人 走出了林子 另一个山谷出现了 那一幅一幅田野 如同各色的棋盘 梦一样在眼前展开 贝尼跳起来 往栗子树上拉 我们剥掉青栗子的芒刺 就生吃起来 第一次才见面的 却十分自然而有爱 村里一共几个人 我说 三十几家 五十多个吧 年轻人都走了 田产不值钱 活不下去 旺尼萨的多不多 星期天早晨会全来 你知道 巴洛马和夏依米 最恨教堂 说是虚伪 他不来的 小孩也不来 可是他又是有信仰的 虚伪吗 我反问 村里的人的确虚伪 上教堂来坐着打瞌睡 讲邻居坏话 这是一种习惯 不是信仰 你到底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里 做什么 被你笑了笑说 做神父啊 那副神情 十分淡漠 他是因为家贫 赐小送去小修院的 是母亲硬送进去的 就成了这一生 可以再多做一点事 我说 他笑笑说 人们不大需要我 临死的时候 才想起来要一个神父 平日要的是面包 这东西 我自己也要 一份薪水 养爸爸妈妈 还有三个弟妹 你说我们在吃什么 我不说话 被你又说 有几个月 我去城里做监差 主教知道了 说 要对教区专心些 后来只有不去上宫 才不讲了 我知道 被你一个月所得的 神父薪水不多 巴洛玛告诉我的 他也养家 村里没有人 给教堂奉献的 附近有牛铃的声音 男的口哨 是把手指放在口里 吹的那种 尖锐而急切地传过来 被你一低头 匆匆走了 中午 吃过马铃薯饼 我说 要进城去买东西 巴洛玛要跟 虾衣女脸上很快乐 傻子似的 巴洛玛被我们驾上车 他自己走的 很吃力地走 神经质地笑个不停 那天进城 犹如提早过耶诞节 火腿 火腿 香肠 腊肉 乳烙 蛋 冰淇淋 还有糖 油 酱醋 咖啡 茶 面粉 毛衣 一大车装回来 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晚上开了一桶酒 墙尼喝醉了 拿起西班牙北部的风笛 巴巴巴地吹个不停 我们去教堂玩 我们去牧场看鬼火 走嘛 走嘛 巴洛玛叫起来 我们拿毯子把它包扎好 抱着 开车往坡下冲 一路叫下去 村里早睡的寡妇 一定吓死了 小时候 我们四个姐妹 就坐在这一条条板凳上 打瞌睡 有一回 板凳突然垮了 我爹的四脚朝天 妈妈立即上来打 口里念着 圣母玛利亚 耶稣基督 天哪 巴洛玛 你的内裤 给人看见了啦呀 巴洛玛在教堂里 大笑个不停 幽暗的教堂 只有一盏油灯 点在圣母面前 我跪下去 急急地祷告 很急 因为白痴在拉人的辫子 不给安静 一直向圣母喊 继续叫巴洛玛看得见 她又看见了 天呀 不要叫她再关闭自己了 行行好 给下一米一个事情做吧 贝尼看见我们吵闹 也没说圣母玛利亚会生气 一直要锁门 赶我们出去 说吵醒了村里的母亲 会责骂她的 于是我们抱起巴洛玛 去了墓地 墓地是全岸的 那些大树给风刮着 叶子乱响 巴洛玛就说 你看墙上有一片灵火 是坟场里的泥巴砌的墙 我的祖宗统统躺在里面 有没有蓝火 有没有 我专心去看 什么也没有 可是那风的声音太怕人了 就在这时候 白痴手上拿的风笛 扒一下又响了 我们挖的叫齐了往车里跑 丢下了巴洛玛 他抱住教堂走廊上的柱子 喊救命 家里的必须用品 又去城里买了一满车 都是可以储存的食物 那几日 大家的心情好似都放松了 巴洛玛也不要人抱 每天称服在火炉边 压他的中枢神经 孩子们睡下时 我们在深夜里起火 围着壁炉说话 神父和白痴 还有老狗 照例是在的 问巴洛玛眼睛怎么了 他说 看得见人影和光 那一阵 他有时很疯狂地笑闹 有时 闷闷地坐在门槛上 用手拨豆子 这么破费 总是叫我于心不安的 他说 万一老了 还不是来跟你住 别讲了 我给骂一句过去 说到这里 巴洛玛突然喊了一声 这种无望的日子 要到哪一天 冬天大雪封路 孩子不能上学几天 他们的教育 说着说着 扑到膝盖上去 豆子洒了满地 而天气 的确已经凉透了 暑假也快过去 只要那天 巴洛玛哭过 他就什么都看不见 也不能站起来 只是不想 上厕所也不叫人 用爬的去浴室 黄昏时 我出去散步 村人怀怀怀怀的看我 一些恶狗跳出来 做事要咬 村人看上去很嫩 都是些老人 我走过 一位包着黑头巾的老夫人 从家里出来 说是巴洛玛的姨婆 姨婆硬拉我进去 吃自己做的香肠 又问巴洛玛的病 然后叫我告诉巴洛玛 明天姨婆要去看她 她来做什么 把门锁上 不给她进来 巴洛玛发怒地叫 这种样子 谁也不给看 没有看过 瞎子和失业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我答应她 姨婆来 指我出去应付 这才不闹了 巴洛玛不肯见人 除非是她信任的 我们散步 总是往村落相反的方向走 巴洛玛一手挂住我 一手撑一根拐杖 走几步就休息 一直可以走到 树林后面的山岗上 去看谷里的平原 她看不清 可是能看 那时候我已在小村住了七天 姨婆叫我拿几颗大青椒 给巴洛玛 我收下了 又拿了另外一个 老婆婆的包心菜 老婆婆怎么也弄不清 我的名字 姨婆告诉她 就是跟电视广告上 充牛奶的那种巧克力粉 一个发音叫Echo 懂了吧 Echo Echo 等我喝完了咖啡 提着菜 往家里去时 那个老婆婆追出来 狂喊 喂 你 那个 叫什么来的 对了 去找咖啡 再来玩啊 那个晚上 讲起这个故事 大家笑得呛出了泪 只有白痴 强泥不懂 可是她看见巴洛玛 笑得叫肚子痛 就欢喜得 一上一下地跳 许多年了 没有那么狂笑过 笑着笑着 夏依米 巴洛玛和神父的表情 都很伤感 才知这三个人 在相居生活上 实在是寂寞的 村里人不是坏人 根本不是 他们懂的东西 不在村落之外的世界 我讲 美国人上了月亮 他们也是拼命笑 哪肯相信 夏日已经快过去了 火烧山 是第一天到村里 就看见的 烧了十天 大家就看看 也不急的 白天的阳光下 都穿上了毛衣了 站在院子里 看那股 越烧越近的大火 浓烟生得很高 蔓延成十几道火了 还不救 我说 夏依米望着望着说 等一下去敲钟吧 要烧过来了 巴洛玛 一直十分泰然 他说 他家没有森林了 烧 也不是他的事 村里都是树 我也不敢吓他 可是怕大火来烧屋子 黄昏时分的火光 在暮色里冲出来了 村庄下的一口钟 这才啰啰啰啰啰的 敲得紧急 空气里 满天落尘飘下来 我们退到屋子里去 关上了门窗 将巴洛玛安顿好 才走 跑到村子口去 看见出来的男人 都是老的 只夏依米和神父 还算中年 夏依米的膝盖 在两年前开过刀 里面有钢钉的 又胖 去了也没有什么用 看看男人肩上 扛了一些铲子和锄头 觉得这些工具 对待大火实在太弱了 就算去党 只得二十几个人 我呛着烟尘 跑回去看巴洛玛 他一个人 把睡房的门锁了 躺在床上 看见男和西塞没有 我问他 没有 好一会儿不见了 巴洛玛开始摸他的毛线披肩 急着要挣扎下来 我去换球鞋 你留着 我跑 我脱掉了靴子 叫了一声 把门关好 当心趁火打劫 就跑了 也看见直升机在转 也看见临近山区的人 三三两两地低头 往火光处跑 寒冷的夜里 找不到神父和夏依密 火都烧到泥巴路 那个小桥边来了 我奔到公路上 拼命喘着 才看见原来有开山机一样的 大机器栽压树林 大约两百多个人 用各种方法聚火象 那些人的身边 不时落下燃烧着的小火汁 火光里 每个人都被衬成黑纸影般的 一片一片晃动着 南 西塞 我放开喉咙 向人群里喊 烟太重了 一些人受不了呛 鞠一回树就奔到路上来喘气 恨这些人的愚昧 真是火急燃没了才来救 而孩子呢 孩子呢 南 我又忙叫起来 不敢入火林去 一个不认识的人 给我一根大棍子说 你守路这边 有小火种飞过来 就上去打西 不停地有树枝着火 那些顶端的不可能够得到 路边的小火也来不及打 女人们也来了 我们在这边打火 男人深入那边火林里去了 西塞 我一面工作一面喊 总没有回音 火带着一种恐怖的声音 急晃晃地吞过来 灵雾局是死人啊 怎么指劳百姓再救 我喊 怎么没有啊 十几株在一起烧 他们来不及 一面骂一面打火 等到烧得最剧烈的地方 被人向相反方向 也故意放了火 对烧过去 那条火象才革出来了 夜深了 村里的女人对着自己烧焦的树林嚎啕大哭起来 想到巴洛马一个人在家 丢掉了 丢掉了棍子慢慢走回去 下一米也回来了 已经深夜两点多 孩子没有到家 如果孩子出事 我也不活了 巴洛马也不哭 就这么一句 说时 两张乌黑的脸就那么进门来了 我走上去 捉过来就打 头上身上给乱打 打完这个 追来那个又打 孩子也不抵抗 抱住头 蹲着 那个晚上 怕雨火载燃 大家都不敢睡沉 阁楼上的男 悄悄问我 阿寇 你什么时候走 我说 过几天 他又说 如果巴洛马死了 你来不来带我和西萨一起去台湾 我跑过去 将他连毯子一起抱在怀里 下巴顶住他的头 不说什么 旁边睡着了的西萨 身上一股重重的烟味 皆是快乐的 送人没有意思 我坐火车走 我说 巴洛马不讲话 那天 他一直没有讲话 把一条沙漠毯子摸出来 要我带走 又写了圣辰八字 说平日不通信 这回到中国 一定要给算个命 用西班牙文写来 讲好大家都睡 清晨指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车站 赶火车去马德里 然后我非瑞士回台湾了 那个晚上 其实没睡 将孩子的衣服 袜子都修补了一下 给厨房悄悄打扫干净 浴室也轻轻擦了一遍 回房 数了一下旅行支票 除了留下一百美金 其余的都签好字 放入一个信封里合上了 这些 南都看我在灯下坐 他很专注地盯住我看 我们不说话 清晨六点二时的火车 出门时 孩子都在睡 夏依米提了箱子装上车 八落马用爬的 爬到院子里来 我跑过去扶起他 摸摸他的脸说 亲爱的 不要愁 安心等 上天不会叫人饿死的 他点点头 再轻微地发抖 身上一件单睡袍 我轻轻他 问他看得见 早晨的山林吗 他说 看不见 我走了 我轻声说 他挥手叫我去 一只手将身体挂在篱笆上 我再看了他一眼 晨雾里 八落马的眼睛张着 没有表情 好似在看着 一片空芒的未来 车门 碰一下关了起来 我们开出小路 还看见八落马 呆挂在那个门边上 动也没动 强尼守在自家门口 也指得一个寡母 和他相依为命 强尼看见车经过 就去躺在路上 我下去拖他 他死也不肯起来 他的母亲 抱着永远也不解下来的 黑头巾 出来拉儿子 白痴疯子地骂 也打得惊天动地 我们的车 就这样跑了 桥头边等着的是贝尼 我下车 笑着向他跑去 四周 除了下一米 没有别人 我们很自然地 亲吻了一下 彼此的面颊 我对他说 好兄弟 我走了 他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圣像牌 来送给我 说得很轻 哎 亲爱的妹妹 哪年再来啊 不知哪年再来了 拍他一下说 走了 做个好牧人呀 在小城 几乎无人的月台上 下一米 跟我夺来夺去地散步 他反反复复地讲 希望过不久 能有一个差事做 我啊啊地应着 天那么凉 铁轨看上去冰冷的 这不过是一个 夏季的结束 到了冬天 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车来了 我将行李放上去 跳下来 跟下一米紧紧地 抱了一下 把那个前晚 预备好的支票信封 顺手塞进他的口袋 他要推 看我眼睛一湿 就没再讲什么 他的眼眶 也慢慢绕上了 一圈淡红 谢谢 我说 他追了几步 火车开了 我扑在车窗上 向他挥手 直到那个胖胖的身影 淡成了一片落叶 上面过的是 1982年的夏天 1983年 又去了西班牙 巴洛马的家人 在马德里的 没人接电话 打了数十次 电信局说 那已是空号了 发电报 也没有回音 1984年 我在美国 写信去小村庄 回信的是夏依米 信中欣喜若狂 说在小城的一个旅馆 终于找到了柜台的工作 是夜班 收入可以维持生活 不必再会前去 留下了旅馆的电话号码 叫我打去 立即拨了长途电话 那边接话的是一位小姐 问起夏依米 她叫了起来 喊着 你一定是她的好朋友 夏依米天天在挂念你 我问 那她人呢 为什么没有上班 她说 哎 很可怜的 旅馆生意不好 前三天 把她裁员裁掉了 巴洛马又突然发病 送去医院 说是昨天送去了马德里 你从哪里来 闹学迹之一 当我站在 注册厕所的柜台前 翻阅那厚厚一大打 课程表格时 已经差不多知道 自己那种贪心的欲望 为何而来了 我尽可能不再去细看 有关历史和美术的课程 怕这一头栽下去 不能自拔 当当心心地 直往英语课里面去挑 看见有一堂 给排在中午12点15分 一次两小时 每周三次 学费96块美金一计 老师是位女士 叫做爱琳 至于她的姓 我还不会发音 好 我住这一门 我对学校里的职员说 她讲 那你赶快注册 现在是12点差一课 缴了费 马上去教室 现在就去上 我大吃一惊 看住那人不动 人家已经开学十几天了 你今天去 不是可以快些赶上吗 那位职员说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 我说 上学还要心理准备 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吗 那人说 这时 我看了一下手表 开始填入学卡 飞快地跑到 另一个柜台去缴费 再跑回注册组 把收据送上 听见那人对我说 地动204教室就对了 我站在校园园里 举目望去 一个好大的地字 挂在一栋三层楼的墙外 于是 在西雅图冬季的 微雨里 往那方向奔去 找到了202 也找到了206 就是没有204 抓了好几个 美国学生问 他们也匆忙 都说不晓得 好不容易才发觉 原来我的教室 躲在一个 回字形的墙里面 那回字里的小口 就是了 教室没有窗 两个门并排入口 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 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地方 四周十几张 各色椅子围着 墙上挂了一整面 咖啡色的写字板 就是一切了 那不是黑板 在空道无人的教室里 我选了靠门的地方坐下 把门对面 我心目中的上位 留给同学 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进来了 很熟悉的各就各位 就在那时候 来了一位东方女生 她看见我时 轻微地顿了那么 十分之一秒 我立即知道 是我 坐了她的老位子 我挪了一下椅子 她马上说 不要紧 我坐你隔壁 她的英文标准 身体语言 却明显地流露出 她祖国的教养 是个日本人 那时候 老师还没有来 同学们脱帽子 挂大衣 放书本 脱椅子 一切都安顿了 就盯住我看个不停 坐在桌子前端的 一位女同学 盯得我特别锐利 她向我用英文叫过来 你从哪里来 我说 中国 哪个地方 台湾 台湾什么地方 台北 她说 台北什么地方 我说 南京东路四段 这时 那个女同学 短发刘海 伸眼窝 薄嘴唇的 站起来一拍手 向我大步走来 我开始笑个不停 她必是个台北人 她把那个日本同学 推开 拉了一把椅子 挤在我们中间 突然用国语说 嗯 你像 一个人 可是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 我们这种小学校里呢 大概不是 嗯 我看 不是 随便你想啦 我又笑说 等一下 我们才讲中文 你先坐回去 她不回去 她直接对着我的脸 不动 这时候 同学们大半到齐了 十二三个左右 女多男少 大家仍然盯住我 很好奇的 一句又一句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中国人 纯中国人 为什么现在才来 这全班都会讲英语 也不知还来上什么英语课 人种嘛 相当丰富 却是东方人占了大半 当然 伊朗应该算东方 指个棕色皮肤的男生说 是南美洲 巴西上来的 还有一个东欧人 那时 老师进来了 她的身体语言 就是个老师样子 进门大喊一声 嗨 开始脱她的外套 这一看见我 又提高了声音 再叫一声 嗨 这一声 是叫给我的 我不习惯这种招呼法 回了一句 你好吗 全班人这一听 稀里哗啦 笑得前腐后腰 哦 我们来了新同学 老师说着 又看了我一眼 她特别给了我 一个鼓励的微笑 那时 我也在看她 她 银白色 起耳直发 打刘海 妹妹头 小花枣红底衬衫 灰蓝背心 牛仔过膝裙 不瘦 不胖 不化妆 那眼神 透出一种 忠厚的顽皮和童心 温暖 亲切 美国文化 十分的人味 我们交换眼光的 那一煞间 其实已经接受了彼此 那种微妙 很难说 好 不要笑了 大家把书摊出来呀 老师看一下手表 喊着 我也看一下手表 都十二点半了 我的日本女同学 看我没有书 自动凑过来 把书往我一推 两个人一起读 一本文化书 封面写着 经由绘画方式 学习英文文法 书名 肩靠肩 我猜 另有一本更浅的 笔叫 手牵手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大家的作业 双字动词的用法 那六十条做完没有 老师说 一看那本书 我松了一口大气 程度很浅 就不再害怕了 好 我们把这些填空念出来 谁要念第一条 我 我喊了第一声 这时 大半的人都在喊 我我我 好 新来的同学先念 正要开始呢 教室的门 被谁那么 砰的一声推开了 还没回头看 就听见一个 大嗓门在说 救命 又迟到了 真对不起 这个他妈的雨 说着说着 面对老师 正面桌子的方向 涌出来一大团颜色 和一个活动大面积 他 不是胖 厚厚的 大外套 双手抱着两大包牛皮纸口袋 肩上一个好大的 粗绳篮子 手上挂着另外一个 披风一样的布料 陛下夹着半盒的雨伞 他一面安置自己的全身 披挂一面说 哎呀 在我们以色列 哪有这种鬼天气 我才靠上驾驶执照 雨里面开车 简直怕死了 前几天下雪 我擦 我们全班宿舍 我们全班宿静 等待这个头上 打了好大一个蝴蝶结的女人 沉淀自己 她的出现 这才合了 风云际会 这四个字 那个女人 又弄出很多种声音出来 等她哗叹了口气 把自己跌进椅子里去时 我才有机会看见 跟在她身后的 另一个女人 那第二个 黑色短发大眼睛 淡红色慢袍装 手上一个简单的布口袋 早已安静的 如同睡鸟似的 悄悄坐下了 她是犹太人 看得出 犹太的鼻子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双字动词 老师朝我一点头 我正又要开始念 那个头发卷成一团胡萝卜色 又扎了一个 大黑段子蝴蝶结的女人 她往我的方向一看 突然把身体 往桌上哗得一扑 大喊一声 哎 接着高声说 你从哪里来的 那时 坐在我对面 始终没有表情的一位老先生 领先 压的一声冲出来 他的声音沙哑 好似水鸭似的 这时 全班就像得了传染病的联合国一般 哈哈哈哈的笑个不停 好 不要再笑了 老师喊 我发觉 我们的老师有一句口头语 在任何情况之下 他都只用一个方法来制止或开头 那就是大喊一声 好 老师一指我 说 好 你来做第一题 一听到那个好字又出来了 我瞪住书本 咯咯吱吱地抖得快抽筋 这时 笑气再度扩散 原先憋在全班同学胸口的那股气 成绩爆发出来 大家东倒西歪 教室里一片大乱 好 今天我们那么开心 课就先不上了 老师想必很怕热 他把那件背心像用扇子似的一开一合的扇 这时大家喊 不要上了 不要上了 好 我们来自我介绍 新同学来一遍 老师说 我说 不行 这么一来 你们认识了我 我又不认识你们 好 老师说 全体旧同学再来一遍自我介绍 向这位新同学 然后 这位新同学再向大家介绍他自己 行不行 全班听了 纷纷把文法课本啪啪啪地乱合起来 又弄出好大的声音 以前在开学第一天自我介绍过了的人 好似向我做报告似的讲得精简 等到那个不大肯有表情的米皇毛衣老先生讲话时 全班才真正安静了下来 我叫阿敏 是伊朗人 以前是老国王时代的军官 后来政变了 我逃来美国 依靠儿子生活 另外两个伊朗同学开始插嘴 老王好 老王好 对于伊朗问题 大家突然很感兴趣 七嘴八舌地冲着阿敏 一句一句问个不停 阿敏虽然是军官 英文毕竟不足应战 我我我的 答不上话来 那个伊朗女同学突然说 我们还有一个坏邻居 伊拉克 大混账 全班三个伊朗人 突然用自己的语言激烈地交谈起来 一个先开始哭 第二个接着哭 第三个是男的阿敏 开始醒鼻涕 我说 我们中国以前也有一个坏邻居 就是 我一想到正在戒读邻居的文法书 这就打住了 老师听着听着说 好 现在不要谈政治 新同学自我介绍 大家安静 我妈 我正要说呢 对面那个还在哭的女同学 一面擦眼睛 一面对我说 你站起来讲 我说 大家都坐着讲的 为什么只有我要站起来 她说 我是想看看你那条长裙子的剪裁 全班乘机大乐 开始拍手 我站起来 有人说 转一圈 转一圈 我推开椅子 转一圈 老师突然像在看西班牙斗牛似的 喊了一声 欧雷 我一听 愣住了 不再打转 问老师 爱琳 你在讲西班牙文 这时候 一个日本女同学 正蹲在地上扯我的裙子 看那斜财功夫 还问 哪里买的 哪里买的 老师好得意笑说 我的妈妈是英国移民 我的爸爸是墨西哥移民 美国第一个墨西哥民航飞机驾驶师 就是她 我对地上那个同学说 没得买 我自己乱做的啦 什么鬼 你做裙子 过来看看 那个红头发的女人 砰一推椅子向我走上来 她口中其实叫我 你过来看看 好 大家不要开始另一个话题 我们请这位新同学介绍自己 老师说 站到桌子上去讲 那个孩子研究裁缝的同学 清清说 我回了他一句日文 请多指教 好 我说 在自我介绍之前 想请教爱玲一个重要问题 在自我介绍之前 想请教爱玲一个重要问题 我坐了下来 坐在椅子上 好 你请问 老师说 我问 这个班考不考试 我说 老师沉吟了一下 问说 你是想考试 还是不想考试呢 他这句反问 使我联想到高扬的小说对话 我不想考试 如果你想考我试 那我就说再见 不必介绍了 我说 这一说 全班开始叫 不必了 不必了 那个蝴蝶结 那个蝴蝶结 正在啃指甲 听到什么考不考的 惊跳起来喊说 什么考试 开学那天 爱玲你可没说到考试 爱玲 摊一摊手说 好 不考试 这一说 那个巴西男孩 立即站起来说 不考 不考 那我怎么拿证书 我千辛万苦存了钱来美国 就是要张语文证书 不然 不然我做事的旅馆 要开除我了 蝴蝶结说 不要哭 你一个人考 我们全部签字 证明你及格 巴西男孩 不过二十二岁 他自己说的 老师走过去用手 从后面将他抱了一抱 说 好 你放心 老师给你证书 这才开始我的自我介绍了 教室突然寂静的 落一根针都能听见 我走上咖啡板 挑出一支黄色短粉笔 把笔横躺着画 写下了好大的名字 宽宽的 我说 在我进入美国移民局的当时 那位移民官问我 你做什么来美国 我跟他说 我来等待华盛顿州的春天 那个移民官笑了一笑说 现在正是隆冬 我笑着说 所以我用了等待两次 他又说 在等待的这四个月里 你做什么 我说 我看电视 说到这儿 艾琳急着说 你的入境 跟英国作家王尔德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美国税务官问王尔德 有什么东西要报官 王尔德说 除了我的才华之外 什么也没有 这时 几个同学向老师喊 不要插嘴 给他讲下去啊 老师又挤进来一句 他报才华 你等春天 大家就许老师 艾琳说 好 对不起 好 我说 我不是来美国看电视 等春天的吗 我真的开始看电视 我从下午两点钟 一直看到深夜 清晨 我发觉 春天的脚步 真是太慢了 我看看四周 同学们聚精会神的 我去超级市场 没有人跟我讲话 我去服装店 没有人跟我讲话 我去公寓里 公共的洗衣 轰衣房 有人 可是 没有人跟我讲话 我去邮局寄信 我想跟卖邮票的人讲话 他朝我身后看 叫 下一位 我没有人讲话 回到公寓里 打开电视机 那个朝代里的 穷考林斯突然出现 向我尖叫 你给我闭嘴 同学们开始说了 嗯 真的 美国人大半都不爱讲话 在我们的国家呀 老师拍拍手喊 好 给他讲下去呀 我说 于是我想 要找朋友 还是要去某些团体 例如说 教堂呀 什么的 可是 华盛顿州太美了 大自然就是神的殿堂 我去一幢建筑物里面 做什么 于是我 于是我又想 那我可以去学校啊 那时候我东飘西选 就来到了各位 以及我的这座社区学院 一个同学问我 那你来西雅图几天了 我说 九天 蝴蝶姐 蝴蝶姐慢慢说 才九天英文就那么会说了 不得了 这时候 大家听得入港 谁插嘴就去虚水 我只得讲了些含糊的身世等等 你什么职业 吴业 你什么情况 我什么情况 你的情况呀 我的经济情况 不是啦 我 我的健康情况 不是不是 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 我结过婚 先生过世了 还不等别人礼貌上那句 我很遗憾讲出来 我大喊一声 好 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吗 老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说 各位同学看到了 我们得到了 多么有趣的一位新同学 他吸一口气说 好 我们现在把书翻开来 今天要讲 虚拟式 这时候 那个台北人月凤 一打桌子叫道 艾琳 艾琳 Echo是个作家 他在我们的地方 出了好多书 老师不翻书了 说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月凤喊 我说 我不过是写字 不是他口中那样的 这时候 那个坐在对面 极美的日本女童窗 向我用手一指说 对了 我在读者文摘上 看过你抱着一只羊的照片 老天爷 就是你 你换了衣服 老师忘掉了他的虚拟式 问说 你为什么抱羊 在什么地方抱羊 我答 有一次 还打了一只羊的耳光呢 教室里 突然出现一片羊声 大家开始说羊 说到后来起了争论 是澳洲的羊好 还是纽西兰的羊毛多 老师说 好 现在休息十分钟再上课 这一休息 我一推椅子 向月凤使了一个眼色 他立刻会议 两个人一同跑到走廊上去 我拉了他一把说 我们去楼下买书 快 只有十分钟 那下一小时 并没有上课 包括老师在内 都不肯进入文法 就听见 那你的国家 是比美国热情咯 那你没有永久居留 怎么躲 那你原来还是 顿顿吃日本菜啊 那你一回去 不是就要被杀掉了吗 那你先生在瑞士 你留在这里做什么 那你靠什么过日子 那你现在为什么 不转美术课 那跟你同居的美国朋友 讲不讲什么时候 跟你结婚 那这样子怎么成 那不如算了 那 下课时间到了 大家噼里啪啦推椅子 还在说个没完 下楼梯时 又喊又叫又挥手 后天见 后天见 我站在走廊上 绝不定回不回公寓 这时老师爱琳走过我 她说 你刚才说 不会发音我的姓 那没关系 我除了丈夫的姓之外 还有一个本姓叫做Vela 这是西班牙文 我笑看着她用英文说 翻 翻船 好 对了 我是一面翻 她说 亲爱的 因为你的到来 为我们的班上 吹来了贸易风 我说 好 那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来航她一场冬季班吧 回到寂静的公寓 我摊开信纸 对父母写家书 写着写着 发觉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我发现在国际同学的班节里 同舟共济的心情彼此呼应 我们是一群满怀寂寞的类型 在这心条旗下 我自信 这将会是一场好玩的学校生活 至于读英文嘛 那又不是我的唯一目标 课程简单 可以应付有余 我的老师 是一个充满爱心 又有幽默感的女士 在她给我的第一印象里 我确信她不会体罚我 这一点 对于我的安全感 有着极大的安抚作用 想了一会儿 提笔再写 我的计划可能会有改变 念完冬季班 那个春天来临的时候 我想留下来 跟着老师进入校园的春花 你们放心 我从今日开始 是一个极快乐的美国居民 最重要的是 老师说不必考试 只需游戏读书 竞争意不存在 我的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感激和喜悦 注意 我夏天才回来了 又写了一段 这儿的生活简单 开销比台北那种人情来往 省了太多 一季的学费 比不上台北任何英文补习班 经济实惠 钱一下多出来了 误念 我去邮局寄信 那位府拐账卖邮票的先生 突然说 出了一套新邮票 都是花的 我给你小鹅的 贴满芳香 寄去你的国家好吗 这是一个美国人 在西雅图的卫星小城 第一次主动地对我讲了一串话 我投游 出了邮局 看见飘动的星条旗 竟然感到 那些星星 即使在白天 怎么那么顺眼 又明亮呢 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闹学迹之二 当我的车子开进校园中 去找停车位时 同学阿敏的身影 正在一棵树下掠过 我把车子锁好 发足狂奔 开始追人 口里叫着他的名字 追到阿敏时 啪地打他一下 这才一同 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学不过三五次 对于这种学校生活 已经着了迷 初上课时 以为功课简单 抱着轻敌的自在而去 每周几堂课 事实上算不得什么 老师艾琳 也是个不逼人的好家伙 可是 课后的作业 留得那么多 几十页的习题 加上一个短篇小说分析 那不上课的日子 就有得忙了 我觉得 自己还是个很实心的人 文法填充每一条 都好好写 小说里的单字 也是查得完全了解 才去教室 这样认真的读书 虽然什么目的也没有 还是当他一回事似的在做 做得像真的一样 比较好玩 我在教室里 挂外套 放书籍 再把一大盘各色糖果 放在桌上 这才对阿敏说 刚才停车场边的 那只松鼠又出来了 看到没有 阿敏听不懂松鼠 这个英文字 我就形容给他听 是一种树林里的小动物 有着长长毛毛的尾巴 它吃东西时像这样 说着丢了一颗糖 给六十岁的阿敏 接着自己包一颗 做松鼠吃东西的样子 阿敏就懂了 这时第三个同学走进教室 必然是我们这三个最早到 一郎女同学一进来就喊 快点拿来抄 我把习题向他一推 他不讲话 口里咬着水果糖 哗哗抄我的作业 在我们教室的玻璃门上 学校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 严重警告 在这个区域里 绝对禁止食物 饮料 更不许抽烟 上学的第一天 大家都做到了 除了那个头发上 打大蝴蝶结的 以色列同学阿雅拉 阿雅拉念书时 含含糊糊的 我问他 你怎么了 他把舌头向我一伸 上面一块糖果 我们的老师爱琳 在第二节课时 开始写作在大家的 椭圆形桌子上 手里一罐 七喜汽水 当我发现老师的饮料时 心里十分兴奋 从此以后 每次上课 都带一大盘糖果 彩色的东西 一进教室 大家都变成了小孩子 在里面挑挑拣拣的 玩得像真的一样 老师对于糖果 也有偏爱 上课上到一半 会停 走上来 包一颗红白相间的 薄荷糖再上 于是 我们全班念书时 口里都是 寒寒糊糊糊的 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这个班上 日本女同学是客气的 我供应每天三块美金的甜蜜 他们就来加茶水和纸杯子 这一来 教室里每个人 都有了各自的茶叶包 老师特别告诉我们 在走廊转角处 有个饮水机 热水 就这样 我们在那 绝对不许的告示下 做文盲 包括老师 在我们的班上 还是有小圈圈的 坐在长桌两端的人 各自讲话 同国籍的 不肯用英文 害羞的 根本很安静 男生只有三个 都是女生主动去照顾他们 不然男生不敢吃东西 我的座位 就在桌子的中间 所以 左边 右边 对面 旁边的同学 都可以去四面八方地讲话 下了课 在走廊上抽烟时 往往只拉了爱琳 那种时刻 讲的内容就不同 什么亨利詹姆斯 费兹杰罗 福克纳 海明威 这些作家的东西 只有跟老师谈谈 心里才舒畅 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 先讲十分钟闲话 同时彼此欣赏 当日衣着 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学 就得站起来转一圈 这时大家赞叹一番 衣服看过了 就去弄茶水 如果当日老师 又轰了个香蕉蛋糕来 还得分纸盘子 等到大家终于 把心安定时 才开始轮流 做文法句子 万一有一个同学不懂 全班集中精神 教这一个 等到好不容易都懂了 已经可以下课 第二堂 必有一张漫画 影印好了的 分给同学 画是这种的 画着一个人 躺在地上死了 旁边警察在交谈 其中一个警察的手枪 还在冒烟 开枪的警察说 什么 一个游客 我以为是个恐怖分子呢 游客和恐怖分子 这两个字 发音很接近 就给误打死了 背景是影印苏俄的 那种俄式建筑 同学们看了这张漫画 都会笑一阵 不笑的属于 英文特造的两三个 大家又去把他们 交成会笑 这二十分钟 又过去了 接下来 一同读个短篇小说 我在这短篇小说上 占了大便宜 是因为 老师拿来给我们念的故事 我全部读过 虽然如此 绝对不会杀风景 把结局给讲出来 甚而不告诉他人 这种故事 我早就看过了 看故事时 大家向演广播剧 每一小段 由同学自动读 每个人的了解程度 和文学修养 在这时一目了然 碰到精彩的小说时 教室里一片肃静 这些故事 大半悲剧结束 我们不甘心 要救故事主角 老师说 文学的结局 都是悲得居多 大家不要难过 有一天 我们又念着一个故事 书中一对结婚 六十年的老夫妇 突然妻子先死了 那个丈夫发了疯 每天在田野里 呼叫太太的名字 这样 那老人在乡村与乡村之间 流浪了三年 白天吃着他人施舍的食物 晚上睡在稻草堆里 直到一个夜晚 老人清清楚楚 看见他的太太 站在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 向他招手 他扑了上去 第二天 村人发现老人跌死在悬崖下 那上面 一束的花 静静地开着 当我们读完这篇 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时 全班有好一会儿 不想讲话 老师等了一下 才说 悲伤 我们也不吃糖 也不想 也不回答 各自出神 那十几分钟后 有个同学把书一盒说 太悲了 不要上了 我回家去 别走 我说 我们可以来修改结局 我开始讲 那村庄里 同时住着一个守寡 守寡多年的双妇 大家却仍叫他 马波小姐 这个马波小姐 每天晚上在炉火边 给他的侄儿打毛衣 在寂静的夜晚 除了风的声音之外 就听见那个风老头 一声一声凄惨的呼唤 玛丽亚 玛丽亚 你在哪里呀 这种呼叫 持续了一整年 那马波小姐 听着听着 叹了口气 突然放下编织的毛衣袖子 打开大门 直直地向风老头走去 上去一把 拎住他的耳朵 大声说 我在这里 不要再叫了 快去洗澡吃饭 你这亲爱的老头 是回家的时候了 说完这故事 对面一个女同学 丢上来一支铅笔 笑喊着 坏蛋坏蛋 你把阿加莎克里斯地 里面的马波小姐 配给这篇故事里的男人了 这以后 每念一个故事 我的工作就是 修改结局 老师突然说 喂 你可以出一本书 把全世界文学名著的结局 都改掉 以后 教室中再没有了悲伤 全是喜剧结尾 下课时 彼此在雨中挥手 脸上挂着微笑 没多久 中国新年来了 老师一进教室就喊 各位 各位 我们来过新年吧 什么年哦 我们在美国 我说 你们逃不过的 说说看 要做什么活动 送给全班 老师对着月凤和我 给你们吃一盘炒面 我说 大家不同意 月凤也加了菜 大家还是不肯 最后我说 嗯 那我要演讲 月凤跟我一同讲 把中国的年俗 讲给大家听 什么了 你 月凤向我大喊 全班鼓掌送给他 他脸红红的不语了 那一个下午 月凤和我坐在学校的咖啡馆里 对着一张白纸 上面只写了一个英文 祖宗 怎么讲 月凤说 嗯 从送造神讲起 我说 造神英文怎么讲 月凤说 嗯 叫他们夫妻两个厨房审好了 我说 不对不对 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讲起 才给过年 两个人说来说去 发觉中国真是个有趣 而充满幻想的民族 这一来 不怕了 只担心两小时的课 不够讲到元宵花灯日呢 好 那第三天 我们跑到教室去过中国年 艾琳非常得意 拥有月凤和我这种学生 居然到处去宣传 那学校中的老师们全来了 我跑上写字板上 先把那片海棠叶子给画得清楚 那朵海棠花 台湾 当然特别画得大一点 在挤满了陌生人的教室里 我拍一拍月凤的肩膀 两人很从容地笑着站起来 开场白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 春更 夏云 秋收 冬藏 大地休息 好了 中国人忙完了一年 开始过节 年 是一种怪兽 在听众满眼元宵灯火的神网中 我们的中国新年告一段落 那十二生肖趴在写字板上 同学拼命问问题 我属猪跟谁好一点 那属蛇的呢 属蛇的又跟哪种动物要好 那些来听讲的老师们 有些上来跟月凤和我握手 说我们讲活了一个古老的文明 艾琳简直陶醉 她好似也是个中国人似的骄傲着 她把我用了一抱 用中文说 恭喜 恭喜 我在她耳边用西班牙文说 这是小意思啦 岳凤跟我 在这几班国际学生课程里 成了名人 那些老师都去他们的班上 为我们宣传 这种事情实在很小家气 土啦 从岳凤和我的演讲之后 班上又加了一种读书方法 演说 人人争着说 我们打招呼 看衣服 读文法 图漫画 改小说 吃糖果 切蛋糕 泡茶水 然后一国一国的文化 开始上演 那教室 像极了一座流动的旋转马 每一个人骑在一匹 想着音乐的马上 高高低低的旋转不停 我快乐的要疯了过去 各位 昨天我去看了一场电影 远离非洲 大家一定要去看 太棒了 无尽教室就在乱喊 跑到墙上把电影院广告和揭明 都给用大头钉钉在那儿 又说 五场便宜 一块钱 那天的话题 变成电影了 爱玲进门时 我又讲 爱玲问我 哭了没有 我说哭了好几场 还要再去看 这一天下午 我们教室里 给炒来了一台电视机 和录放影机 以后我们的课 又加了一种方式 看电影 在这时候 我已经跑图书馆了 把远离非洲这本书 给看了一遍 不好 是电影给改好的 我的课外时间 有了满满的填空 吞书去了 我开始每天去学校 没有课的日子 我在图书馆里 挑电影袋子看 看中国纪录片 图书馆内有小房间 一个人一间 看完了不必收拾 自有职员来换袋子 我快乐的又要昏过去 我每天下午在学校里游戏 饿了就上咖啡馆 不到天黑不回家 于是我又有了 咖啡座的一群 学校生活开始蔓延到外面去 那阿雅拉首先忍不住 夏勒克偷偷喊我 去参加他家的犹太人节庆 日本同学夏勒克 偷偷喊我去吃生鱼片 伊朗同学夏勒克 偷偷喊我来家里尝尝伊朗菜 南斯拉夫同学夏勒克 偷偷喊我回家去聊天 巴西同学夏勒克 偷偷喊我来喝巴西咖啡 岳凤夏勒克 偷偷喊我 给我五个糯米果 艾琳夏勒克 偷偷喊我 又来一本好书 咖啡馆的那一群散了会 偷偷喊我 我们今晚去华盛顿大学 听印度音乐再去小酒店 我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的人 在西雅图这陌生的成交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贼 在艾琳的办公室门口 我捧着一杯咖啡对她说 艾琳笑看了我一眼 说 我在美国土生土长了一辈子 只有一个朋友 你才来一个多月就忙不过来 你也快要忙不过来 因为我来啦 我上去抱一下艾琳 对她说 亲爱的 说完赶快跑 情人节快到了 要吓她一次 叫她终生难忘我们这一班 哇 那么美丽的卡片 班上同学叫了起来 每人写一句话送给艾琳过情人节 那张卡片尺寸好大 写着送给一个特别的人 全张都是花朵 夸张的 这种事情啊 看起来很无聊 可是做老师的收到这类的东西 都会深受感动 你怎么知道 有人问 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啊 有一年 全班同学给了我一张卡片 我看着那一排排名字 都哭哎 我说 大家上课时悄悄地写 写好了推给隔壁的 我们很费心 花了好多甜心给老师 还有好多个吻 这种事 在中国打死不会去做 等到第二节上课时 一盒新型的巧克力糖 加一张卡片 放在桌子前端 艾琳的地方 艾琳照例拿着一罐汽水 走进来 当她发现那卡片时 移了一声 打开来看 哗的一下 好似触电了一般 注意 艾琳就要下雨了 我小声说 同学们静静地等待 老师的表情 都板着脸 那老师 那读者文摘一般的老师 念着我们写的一句 又一句话 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哦 艾琳哭了 我们开始欢呼 那一般的老师 听见这边那么吵 探神进来轻问 发生了什么事吗 当她发现艾琳在站着哭时 立即说一声对不起 把门给关上了 她以为我们在整人 这一回 艾琳和我们再度一同欢呼 大家叫着 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于是 我们推开书本 唱向每一个同学 大家轻轻一抱 教室里 乒乒乓乓的 都是撞椅子的声音 抱到月凤时 我们两个中国人尖叫 在咖啡馆的落地大玻璃外 艾琳走过 我向她挥挥手 吹一个飞吻给她 她笑着 吹一个飞吻给我 走了 我下课也赖在学校 不走 那是我的好老师爷 我对一位同桌的人说 她也是位老师 不过不教我的 我们同喝咖啡 你们这般很亲爱啊 这位老师说 特别亲爱 不错 我说 我听说 有另外一个英文老师 教美国文学的 比你现在的课深 要不要下学季 再去修一门 这位物理老师说 她人怎么样 我小心翼翼地问 人怎么样 现在就去看看她 很有学问的 这位老师一推椅子就要走 等等 让我想一想 我喊着 可是手臂被那老师轻轻拉了一下 说 不要怕 你有实力 我们就这样冲进了一间办公室 那房间里坐着一位特美的女老师 我只是说她的五官 珍 我向你介绍一位同学 她对文学的见解很深 你跟她谈谈 一定会吃了一惊的 我的朋友 这位物理老师弯着腰 跟那坐着不动不微笑的人说 我对这位介绍人产生了一种抱歉 那位珍冷淡地答了一声 是吗 我立即不喜欢这个女人 你大概看过奥亨利之类的短篇小说吧 她很轻视人地拿出这位作家来 我开始气也气不出来了 美国文学不是简单的 珍也不再看我们两个站在她面前的人 低头去写字 可是她特别的优秀 不信你考她 没有一个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 那个男老师还要自找没趣 珍看了我一眼 突然说 我可不是你们那位爱琳 我是深刻的 我的班也是深刻的 如果你要来上课 可得早些去预排名单 不然 不然算了 谢谢你 我也不等那另一个傻在一边的物理老师 把门哗一拉 走了 在无人的停车场里 我把汽车玻璃后窗的积雪 用手扑扑瓶 慢慢倒下一杯咖啡馆里拿来的白糖 把雪搬成台湾的清冰来吃 那位物理老师追出来 我也不讲什么深刻 捧了一把雪给她说 快吃 甜的 你不要生气 真是傲慢了一点 她说 我回答她 没受伤 把那捧甜血 往她脖子里一塞 跳进车里开走了 开的时候 故意按了好长一声喇叭 我就要无理 回到公寓里 外面的泊雪停了 我跑到阳台上 把雪捏捏紧 做了三个小小的雪人 远远看去 倒像三只鸭子 我打开航空线纸 开始例行地写家书 写着 幸好我的运气不错 得了爱玲这样有人性 又其实深刻的一位好老师 虽然她外表上看去不那么深 不然我可惨了 下学季还是选她的游乐场当教室 再加一堂艺术欣赏 不必动手画的 只是欣赏欣赏 下星期我们要看一堂 有关南斯拉夫的民俗采风幻灯片 怎么样 这种课有深度吧 再下一堂 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记录电影 对啊 我们是在上英文呢 下雪了 很好吃 再见 情人节快快乐乐 春天不适读书天 闹学计之三 我早就认识了她 早在一个飘雪的午后 那天 我们安静地在教室里 读一篇托尔斯泰的短片 阿雅拉拿起一颗水果糖 从桌子右方弹向我的心脏部位 中担之后 用眼神向她打过去一个问号 她用手指指教室的玻璃门 我们在二楼 我用双手板住桌檐 椅子向后倒 人伴养下去望着走廊 细碎的雪花漫天飞舞着 这在西雅图并不多见 很美 我轻轻对阿雅拉说 爱玲老师听见了走向玻璃 张望了一下对全班说 外面下雪了 真是很美 于是 我们放下托尔斯泰 一同静静观雪 下课时 我跑到走廊上去 阿雅拉笑盈盈地跟出来 两个人靠在栏杆上 亲爱的 我刚才并不是叫你看雪 她说 又说 刚才经过一个男老师 我是要你看他 我知道你讲的是谁 索忍尼信一样的那个 对不对 他嘛 你也注意到了 我们的心灵 在那一煞间 又做了一次不必言传的交流 阿雅拉太精彩 不愧是个画家 阿雅拉顺手又报一颗糖 很得意地说 在班上 指我们两个特别喜欢观察人 那个被我们看中的男老师 此刻正穿过校园 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并不动 经历在一棵花树下 已经好久了 等他快走向另一条小镜石 我大声喊出来 哈喽 Pieperman 这个被我喊成指人的人 这才发现原来我在树底下 他微微一笑 大步走上来说 嗨 你好吗 好的不能再好 我笑说的同时 把头发拉拉给他看 注意 头上肩上都是樱花瓣 风吹下来的 真的 这位美国大胡子 这才赞叹起来 这种事情 你是视而不见的 我说 你知道 我是只看印刷的 他打打自己的头 对我挤了一下眼睛 笑着 他又要讲话 我嘘了他一声 这时 微风拂过 又一阵花雨 斜斜地飘下来 我沉浸在一种宁静的 巨大幸福里 这时你 联想到什么 这位朋友问我 你说呢 我的表情严肃起来 莫非 在想你的前半生吧 不是 我们一同走了开去 往另一层樱花林 这时我想起了 我目前居住的美国 我接着说 我住在华盛顿州 又说 这又使我想起 你们的国父 华盛顿 以及他的少年时期 春天 跟国父有关吗 他说 跟他有关的是 一棵樱桃树 一把锯子 还有 在他锯掉了那棵树之后 那个没有追着国父 用棍子打的爸爸 我一面走 一面再说 至于跟我有关的事 我很想问问你 如果说 在现代的美国 如果又有一个人 女人 也去锯掉一棵樱花树 我们已经走到了 那更大的一片樱树林里 我指着那第一棵花树说 嗯 譬如说 这一棵 我身边守法的人 大吃一惊 喊 耶稣基督 原来 原来 我不是在花下 想我的 心仇 旧恨 我的英文不好 只有常用中国意思 直译过去 这样反而产生一种 奇异的语文效果 不同 在春日的校园里 一个中年人笑得颠三倒四地走开 他的背后 有我的声音在追着 华盛顿根本没有砍过什么树 是一个叫Wing的人给编出来的 当我冲进教室里去的时候 同学们非常热烈地彼此招呼 十几天苦闷假期终于结束 春季般的开始 使人说不出有多么的欢喜 牛 好像很快乐的样子 同学中的一位说 我不是好像很快乐 我把外套脱下 挂在椅背上 我是真的真的好快乐 为什么 春来了 花开了 人又相逢 学校再度开放 你说该不该 Echo讲出这几句话来 好像一首歌词 同学们笑起来 而且 压韵 注意哦 我唱了起来 这一生 没有一个学校 一个班级 一位老师 曾经带给我 如此明显的喜悦 想不到 却在美国这第四次 再来的经验里 得到了这份意外的礼物 是老师 爱琳的功劳 想到爱琳 她就进来了 全新的发型 小耳环 新背心 脸上春花般的笑 使得我的老师 成了世上最美的人 我从不去管人的年龄 爱琳几岁 到底 她一进来 先嗨来嗨去地看学生 接着急急地说 各位 等一下放学 绝对不要快回家 你们别忘了 到那些杏花 礼花树下去 睡个午觉再走 果然是我的好老师 懂得书本以外 时时刻刻地生活教育 她从来没有 强迫我们读书 却因为如此 两个日本同学 换了另一班 他们说 那个隔班的英文老师 严格 不要严的那位 我是爱琳这一派的 再说 她留下那么重的作业 我们也全做的 不需督促 新来的学期 带来了新的同学和消息 爱琳说 各位 学校给了我们这一班 一个好漂亮的大教室 可以各有书桌 还有大窗 不过 那在校分部 去不去呀 大家愣了一下 接着全体反对起来 我们围着这张大会议桌上课 可以面对面讲话 如果变成一排一排的 只看到同学的背后 气氛就不亲密了 我说 校分部只是建筑心 不像学校 倒像个学店 说起商店 校分部只有自动贩卖机 没有人味的 有大窗哎 老师说 有了窗 不会专心读书 都去东张西望了 爱琳沉吟了一会儿 说 好 那我们留在这个小房间里 对了 全班齐声说 啊对了 班上去了几个旧同学 来了两个新同学 这一走马换将 那句 你哪里来的 又开始冒泡泡 当然 为着礼貌 再重新来一次自我介绍 来的还是东方人 一男一女 男的是刘杰克 夫妇两个一起从台湾来的 太太做事 杰克开创电脑公司 她一个人来上个 没有压力的英文课 我观察这位刘同学 立即喜欢了她 我看一眼阿雅拉 她对我点一个头 我们显然接受这位 和蔼可亲 又扑扑素素的好家伙 杰克适合我们班上的情调 步伐一致 而且有童心 另外一位女同学 是东南亚中的异国人 她略棕色 黑发卷曲着长到腰部 身材好 包在一件黑底黄花的 连衣裙里 手上七个戒指 是她特别的地方 眼窝深 下巴方 鼻子无肉 嘴唇薄 嗯 是个好看的女人 杰克有着一种 不知不觉的自信 二十八九岁吧 活得自在已然的 我猜 她必然有着位好太太 那位新女同学 英文太烂 只能讲单词 不能成句子 这使她非常紧张 艾琳马上注意到 她的心态 就没有强迫她介绍自己 她只说了 她的来处 第一堂课时 我一到这位 新来的女同学身边去 把书跟她合看 她的感激 非常清楚地 传达到我心里 虽然不必明说 下了第一堂课 我拉她去 楼下书店买教材 她说 不用了 我看着她 不知没有书 这课怎么上下去呢 我 来试试 她说 我突然明白了 其实班上的同学 都是存心来上课的 虽然我们很活泼 而这一位女人 完全不是来读书的 她只是来做做 她连书都不要 不是节省 是还在观望 这位谁也懒得理的 新同学 跟我孤零零地坐着 她的不理人 是一种身体语言的发散 说说话 叫去弄一下肩上的长发 对于本身的外貌 有着一份不放心和戒备 她 她很注意自己 自卑 虽然她讲话 不会加注动词 这无妨我们的沟通 可是当我知道 她住在美国 已经十一年了 而且嫁给一个美国人 已经十六年了时 还是使我吃了一惊 那你先生讲你国家的话 我问 哦不 她只讲英语 说到她的丈夫 她不知不觉 流露出一种自得 也许是很想在班上 找个姊妹逃吧 她突然用高跟鞋 轻轻踢了我一脚 那鞋子是半吊在脚上的 所谓风情 这在另一个女人如此 我一定能欣赏 可是同样半拖着鞋的她 就不高尚 新同学说 你找个美国老头子嫁了 做个美国人 不好 我笑看着她不语 她又说 嫁个白人 吃她一辈子 难道不要 这几句英文 她讲得好传神 听见她讲出这种话来 我的眼前突然看到了 那常年的越南战争 饥饿死亡 以及那一群群 因此带回了东南亚新娘的美国人 又上课了 阿雅拉一把将我拉过去说 那个女人 你别理她 廉价 她有她的生长背景和苦难 你不要太严 我们犹太人难道不苦吗 就没有她那种下贱的样子 阿雅拉过分爱物分明 性子其实是忠厚的 她假不来 这个班级 只有我跟这位新同学做了朋友 也看过来接她的好先生 年纪大了些 却不是为一个温文的人 我夸她的先生 她说 没有个性 不像个男人 听见她这么衡量人 我默默然 没上几次课 这位同学消失了 也没有人再问起过她 至于杰克 她开始烘蛋糕来班上 加入我们的游乐场教室 大家宝爱她 我终于看清楚了 这可敬可爱的全班人 在相处了三个月之后 阿敏不再来上学了 虽然过去是 伊朗老王旗下的军官 很可能为生活所迫 听说去做了仓库的 夜间管理员 南斯拉夫莱的奥娃 以前是个秘书 目前身份是难民 为着把她四年不见的母亲 借来美国相聚 她放弃了学业 去做了包装死鱼冷冻的工作 这两个弃学的人 本身的遭遇和移民和政治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这种巨大的力量下 人看上去变成如此的渺小而无力 看见他们的消失 我心里怕得不得了 不要怕 你看我们以色列人 是什么都不怕的 阿雅拉说 我注视着那三五个日本女同学 她们那么有手有份 有理又有自信 内心不由地对这个国家 产生再一度的劲 虽然她们过去对中国的确有着措施 却不能因此把这种事 混到教室的个人情感上来 日本女同学的丈夫们 全是日本大公司 她们叫做会社 派驻美国的代表 她们生活安稳 经济情况好 那份气势也就安然自在 我们之间很有爱 瑞恰也是个犹太人 她的黑短发 慢跑装 球鞋 不多说话 都在表现出 她内在世界的平衡和稳当 那永远只穿两套替换衣服的她 说明了对于本身价值的肯定 她的冷静中自有温柔 是脑科开刀房的护士 阿雅拉同是犹太人 却是个调色盘 从她每次更新的衣服 到她的现实生活 都是一块滚动的石头 在她的人格里 交杂着一杆 热忱 锐利 坦白 突破 以及一份对待活着这件事情 强烈的爱悦 越跟她相处 越是感到这人的身不可测和可贵 她太特殊了 却是个画家 一郎女同学仍是两个 一个建筑师的太太 上课也不放弃她那 孔雀王朝的古国大器 她披荆带钻 衣饰华丽 整个人给人的联想 是一匹闪着晨光的黑段 绣着金线大花 真正高贵的本质 使她优美 我们很喜欢她 讲起她的祖国 她总是眼泪打转 忍着 另一位伊朗同学完全相反 她脂粉不湿 头发用橡皮筋草草一扎 丈夫还留在伊朗 她带着孩子住在美国 说起伤心事来 三分钟内可以趴在桌上大哭 三分钟后 又去作业边边上 用铅笔画图去了 画得好似一种波斯画上的男女 夜莺的花园 那种童话故事里的神秘 虽然遭遇堪怜 却因为本性的快乐 并没有悲伤地变了人 古托是唯一南美洲来的 深黑的大眼睛里 宝藏寂寞 不过二十多岁 背井离乡的滋味 正开始品尝 好在拿到语文证书 可以回去参加加年华会了 她是我们班的宠儿 不跟她争的 岳凤是个台北人 别跟她谈历史文学 跟她讲股票 她最有这种专业知识 那份聪明和勤劳 加上瘦瘦而细致的脸孔 使人不得不联想到 张爱玲笔下 那某些个精明能干 又偏偏很讲理的女子 岳凤最现实 却又现实地令人赞叹 她是有家的 据说家事也是一把抓 精彩 日本同学戏川 阅读方面 浩如烟海 要讲任何世界性的常识 只有她 有一次跟她讲到日本的飞剧 不能用英文 我中文 她日文 比弹三天三夜 不会弹得完 在衣着和表情上 她不那么绝对日本风味 她是国际的 在生活品位上 她有着那么一丝 雅痞的从容和讲究 又是个身具幽默感的人 不但如此 金钱上 亦是康康慨慨的一个君子 我从来没有在日本人之间 看过这么出众的女子 一般日本人 是统一化的产品 她不是 班上总共十几个同学 偏偏存在着三分之一的人 绝对没法形容 他们 五官普通 衣着普通 思想普通 表现普通 使人共处了快三个月 还叫不全他们的名字 这是一种最适合做间谍的人们 怎么看他们的样子 就怎么忘记 他们最大的优点 就在那惊人的坚持普通里 我觉得我们这班太精彩了 我靠在门边跟老师爱玲说话 嗯 的确很棒 爱玲说 可是 你是那个团结 全班感情的力量 要加上 你 班里面才叫好了 我笑着看她 说 不是 是你在我们里面 才叫好了 现在可以走了吧 我问爱玲 我又没有留你 爱玲说 你现在一个人去哪里 我摇摇车钥匙说 进城 Pack Place Market去玩 那里数百家小店 够疯了 祝你快乐 爱玲收拾杂物一同下楼 我跑得好快 跑到老远才回头 高叫 爱玲 我也祝你快乐 快乐 说起快乐 在春季班还没注册以前 阿雅拉找我说 有一门课叫做快乐画廊 我们三个 瑞恰 你 我 下学季 一起去修 好不好 我很惊讶 居然存在这种 保证学生心情的科目 跑到注册组 去查科目表 这才发现 阿雅拉看英文字 是有边读边 没边念中间的 那门课叫做 画廊游览 游览是我给想的中文 原意是 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并不停留太久 英文用了hoping这个字 阿雅拉把它看成happy 真是充满了想象力 想象中全班十几个人 有老师带了一家一家看画廊 看完 再同去吃一家情调午餐才散课 那必然非常快乐才是 于是 我们三个就去住了厕 上了课 那不是国际学生班 起初 我忍住那份疏远而客气的人际关系 五堂课以后 不去了 反正不去了 那一班不是真诚的班 医术罩顶也没有用 假的 啊 做人真自由 翘课以后 我满意地叹了口气 阿雅拉和瑞恰也不喜欢那堂课的一切 可是他们说 付了学费就得忍下来 我们彼此笑骂 没品位的 没品位的 也不知道底是放弃了叫做没品位 还是坚持下去叫做没品位 说到坚持下去 除了我们这种不拿学分的同学之外 其他中国学生大半只二十多岁 他们或由台湾去 或由中国大陆去 都念得相当认真 表现第一流 这种社区大学 容不下雄心大志的中国青年 上个一两年就转到那种名校去了 他们念书 为的是更好的前途 跟我的没有目的很不相同 在这七八个中国同学里 没有懦弱的人 一群大孩子 精彩绝伦地活着 那成绩好不必说 精神上也是开开朗朗 大大方方的 就这样 北京来的周济 成了我心之爱的朋友 我老是那么单字喊他 济呀 远远听起来 就好似在叫 地呀 地的老师私底下跟我喝过一次咖啡 他说 你们中国学生特别特别优秀 无论哪一边来的 都好得不得了 这个周济绝不是个普通人 不信你试试他 我不必试他 我知道 春天来了午后没客的时候 记得脚踏车被我塞进汽车后座 他和我这一去就去了湖边 两个人在那波光闪闪的水影深处 静下心来 诚诚恳恳地谈论我们共同的民族 在美国 我哭过一次 那时 无关风月 在记的面前 我湿湿的眼睛 是那份说不清楚的 对于中华民族 爱诚心疼的刻骨 跟记交往之后 汽车的后座垫子 永远没有了靠垫 我把靠背平放 成了小货车 摆的是记 随时上车的附属品 他的单车 春天来了 没有人在读书 我们忽而赶场大减价 忽而赶场好电影 忽而碰到那东南亚来的女人 跟着另一个美国老头 在买名贵化妆品 不是她的先生 我们匆匆做功课 快快买瓶饮料 悠悠然躺在草上晒太阳 爱玲说 这才叫做生活嘛 热门音乐大集会 爱玲买好票 兴奋地倒数日子 在三天后的晚上 我要去听我的儿子打鼓 他是一个音乐家 住在好莱坞 我的日子 不再只是下课 捏血人 我的日子 也不只是下课 咖啡馆 图书馆 我脱离了那一桩桩 方盒子 把自己交给了森林 湖泊 小摊子 和码头 那种四季分明的风啊 这一回是春天的 在咖啡馆里 我再度看见了那位指人老师 他的每一个口袋里都有纸片 见了人就会拿出来同读 那种折好的东西 是他丰富知识的来源 他的行踪 不出西雅图 你还想砍树吗 他笑问着我 现在不想啦 我笑说 倒是湖边那些水鸭子 得当心我们中国人 尤其是北京来的 指人老师大笑起来 弄得安静的咖啡馆 充满了假日的气息 北京烤鸭 他说 怎么样 我们去中国城吃 我把桌子一拍 你不回家吗 他说 你 我 什么家 都没家人的嘛 于是 指人也大步走了 在那一次的相聚里 我们不知为什么 那么喜欢笑 笑得疯子一般 都没觉得不好意思 唉 都中年啦 唉 都中年了吗 回到住的地方 做好功课 活动一下坚硬的肩膀 我铺开信纸 照例写家书 写下爸爸妈妈 这四个字之后 对着信纸发呆 窗外的什么花香 充满了整个寂静的夜 一弯新月 在枝崖里挂着 我推开笔 口中念念有词 手指按了好多个数目 电话 接通了 妈妈 我高喊着 台湾的妈妈喜出望外 连问了好多次 好不好 好不好 真是太好了呀 忍不住打电话来跟你讲 可以比信快一点 我快速地说 春天来了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都是花海哦 也不冷啦 我来不及地在享受 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 对呀 我是在上课呀 也有用功呀 不过还来得及 做别的事情呀 我很好的 好得不得了 都穿凉鞋了 不会动到 别担心我 我先走了 闹学祭之四 那天 我刚进教室才坐下 月凤冲进来 用英文喊了一句 我爸爸 眼睛花得一红 用手蒙住了脸 月凤平日在人前 不哭的 我推开椅子 朝他走去 你爸怎么了 我问 中风 那快回去呀 还等什么 月凤在美国 跟着公公婆婆 自己母亲已经过世 爸爸在台北 说时 爱琳进门了 一听见这消息 也是同样反应 一时里 教室突然失去了 那份欢悦的气息 好似就要离别了一般 那一天 我特别想念自己的父母 想着想着 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月凤 讲好 一同去订飞机票 一同走了 毕竟我 毕竟我还有人子的责任 就决定走了 不等学期结束 什么你 阿雅拉朝我叫起来 我不能等了 我说 你爸也没中风 你走什么 同学说 我的去意 来得突然 自己先就呆呆的 呆呆的 快乐的日子 总是短促的 躲在心里的枷锁 不可能永远 不去面对处理 我计划 提早离开美国 回台湾去一个月 然后再飞复西班牙 转飞加拿利群岛 去卖那幢空着的房子了 这是1986年 五月中旬 学校其实并不小 只是在我们周遭的 那几十个人 变成很不安 岳凤要暂时走了 带走了他们的朋友 Echo 阿雅拉和瑞恰 原先早已是好朋友 连带他们 由以色列派来 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丈夫 都常跟我相聚的 这匆匆忙忙地走 先是难过了那二十多个 连带认识的犹太朋友 他们赶着做了好多菜 在阿雅拉的家里 开了一场西别会 我好似在参加 自己的葬礼一般 每一个朋友 在告别时 都给了我小纪念品 和紧紧的拥抱 还有那一张张 千叮万宁的地址和电话 西川 深深重重地 约了月凤和我 迎到他家中 去吃一顿 重归重举的日本菜 我极爱他 季听到我要走 问 那你秋天再来不来 那时候 我可到 华盛顿州立大学去了 我肯定以后 为了父母的缘故 将会常驻台湾 再要走 也不过短期而已 我苦笑着 替我的弟 整整衣领说 三姐不来了 一个二十岁的中国女孩 在走廊上碰到我 我向向娇小的她 张开手臂 她奔上来 我抱住她的书和人 她说 可是真的 你要离开我们了 说着 她呜呜假哭 我也呜地哭一声 陪伴她 接着两人哈哈笑 奥娃也不知听谁说的 我要走了 请了冷冻工厂的假 带着那千辛万苦 从南斯拉夫来的妈妈 回到学校来 跟我道别 在班上 除了她自己 我是唯一去过 奥瓦国家的人 两人因此 一向很亲 巴西的古托 用葡萄牙文 换我姐 一再地说明 以后去巴西 怎么找她 在班上 我是那个去过 亚马逊大河的人 在巴西情节里 我们当然又特别些 捷克中文名字叫什么 我至今不晓得 却无妨我们的同胞爱 她说 笑会你来西雅图 我去机场街 我笑说 你孤单单 给乖乖留着 艾琳是不会欺负你的 别班可说不定 伊朗那大哭大笑的女同学 留下一串复杂的地址说 我可能把孩子放到加州 自己去土耳其 会晤一次丈夫 也可能就跟先生回伊朗 你可得找我 天涯海角 用这五个地址联络 一群日本女同学 加上爱琳 鬼鬼祟祟的 不知在商量什么 我忙着打点杂物 东西原先不多 怎么猜五个多月 竟然如此千千半半 一发心 大半都给放下了 不必带回台湾 尤其是衣服 决定要走之后 岳峰比较镇定了 他去忙他的琐事 毕竟岳峰去了台北 还有人情礼物 不得不周到 他买了好多东西 就算这样吧 我们两人的课 还是不愿停 爱琳一再地问 上飞机前一天的课 你们来不来 我和岳峰都答 来 一定来 同学们问 一定来 而且交作业 我说 爱琳问我 要不要她写一张证明 说我的确上过 她的班级 而且认真用功 等等好话 我非常感谢 她的热忱 可是觉得 那实在没有必要 人 一生最大的事业 不过是放心而已 我不再需要 任何他人的证明了 在离开美国四天以前 我在学校老师中间 放出了消息 加纳利群岛 海边花园大屋一壮 连家具出售 半卖半送 七月中旬 买卖双方在那遥远的地方 会面交屋 几个老师动了心 一再追问我 怎么可能 海景 城市夜景 花园 玻璃花房 菜园 在家楼上 楼下和大车库 才那么点钱 我说 是可能 当一个人决心 要向那儿告别时 什么价都可能 为着卖一幢 千万里之外的房子 我在美国的最后几天 闹翻了学校 十分之一的老师们 最后 每一个人都放弃了 理由是 我们要那么远的房子 做什么 我知道卖不成的 可是却因此 给了好几个美国家庭 一场好梦 要去学校上 那对我来说是 最后的一刻的那天 我在桌子上 查好生字 做完全本英文文法 包括还没有教的 整理清所有的上课笔记 再去买了惯例 三块美金的糖果 这才早早开车去了学校 咖啡馆里 围坐了一桌 亲爱的同胞 手足家同学 我们都是中国人 相见有妻 没有人特别难过 记忆是唯一大陆来的 他宁神坐着 到了认识我 快半年的那一天 还说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我知道年 他在大陆念医学院时 曾是我的读者 而今成了我的弟呀 还没弄明白 这人生开了什么玩笑 坐了一会儿 一个中国同学 踢了我一脚 悄悄说 你就过去一下 人家在那边 等你好久了 我抬眼看去 那个指人老师 一个人坐在方桌前 面前探着一堆纸 在阅读 我静悄悄地走向他 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明天走 是吗 他笑着 明天中午 保持联络 好 我说 我们静坐了五分钟 我站了起来说 那么我们说再见了 他推开椅子 也站了起来 把我拉近 在我的额头上 轻轻一吻 我走了 记得接待家庭里的主妇 也是学校的职员唐纳 又跟我换了一个角落 在同样的学校咖啡馆里画别 我们很少见面 可是看见季 那么健康快乐地生活在美国 就知道唐纳这一家 给了他多少温暖 谢谢你善待他 我说 也谢谢你善待他 唐纳说 我们拥抱一下 微笑着分开 我大步上楼 走进了真正属于我的教室 这一回心跳加速 这一回不再是我到得最早 全班的同学早都到了 我一进门 彼此尖叫 那个上课写字的大桌子 居然铺上了台布 在那优雅的桌巾上 满满的菜呀 走遍世界吃不到 各国各族的名菜 在这儿为月凤和我摆设宴席 我叹了口大气 骗子 你们这群骗子 难怪这位我们来不来来不来 我惊喜地喊了起来 来 大家开始吃 世界大同 不许平分 我们吃吃喝喝 谈谈笑笑 闹闹打打 没有一句离别的话 至于月凤 是要回来的 杰克的蛋糕上 写着月凤和我的名字 太爱我们了 没烤对 蛋糕中间塌下去一块 大家笑他技术还不够 可是一块一块地 都给吞下去了 好快 最后的一课 是我给上的 在写字板上 留下了台湾 以及加纳利群岛的联络地址 这一回写下了全名 包括丈夫的信 同学们才知 我原来是葛罗太太 在法律上 写着同样颜色的黄粉笔 追想到 第一天进入教室的那一天 我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时光无情 来去匆匆 不可以伤感啊 天下哪有不散的沿袭 即使千里搭长篷 下课钟响起了 大家开始收拾桌子 一片忙乱 艾雅拉没有帮忙 坐着发愣 好啦 再见 我喊了一声就想逃 爱玲叫着 不 等等 你还要干什么 我抖着嘴唇问她 爱玲拉起了身边 两位同学的手 两位同学拉住了 我和岳凤的手 我们拉住了 其他同学的手 我们全班十几个人 紧紧地拉成一个圆圈圈 我在发抖 而天气并不冷 艾玲对我说 岳凤是可以再相见的 你这一去不返 说几句话告别咯 那时 艾雅拉的眼泪 瀑布式地在面颊上奔流 我好似又看见她和我 坐在她家的草坪上 用小剪刀在剪草坪 我又听见她在说 我生一个孩子给你 你抱去养 我给你 我和以撒的孩子 为了她那一句话 我要终生终世地爱她 我再看了一眼 这群亲爱的同学和老师 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 我的心狂跳起来 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我开始慢慢地 一句一句说 看我们大家的手 拉住了全世界 不同民族的信心 爱心 以及和平相处的希望 在这一个班级里 我们彼此相亲相爱 这证明了 虽然我们的生长背景 全然不同 可是却都具备了 高尚的人格和情操 也因此 使我们得到了相对的收获 和回报 艾琳是一位教育家 她对我们的尊重和爱 使得我们改变了 对美国的印象 我深深地感谢她 我们虽然正在离别 中国人叫做分手 可是内心尽可能 不要过分悲伤 让我们把这份 欢乐的时光 化为永远的力量 在我们遭遇到伤痛时 拿出来鼓励自己 人生还是公平的 如果我们记住 这手拉手 肩靠肩的日子 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 不会再是一个白日梦 注意 我们都是实践者 我们要继续做下去 为了爱 为了人 为了世界的和平 最后 我要感谢我们的小学校 Belleville Community College 没有她 没有我们的好时光 再见了 亲爱的童窗 不要哭啊 阿雅啦 好 现在 让我们再来欢呼一次 春来了 花开了 人又相逢 学校再度开放 万岁 飞机 在一个艳阳天里 升空 我听见有声音 在问我 你会再来吗 我听见自己 在回答 这一世永恒 再来不来 重要吗 散文集梦里花落 吃多少 作者三毛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